來玩這款遊戲 看本兩之真 這遊戲啊我大概查了一下喔 這是之前一年前推出過的 蒼空競技場 當時是日服啦 然後最早期的名稱 入服的名稱叫做蒼空物語啊 仙寵物語啊 之類的 這遊戲服裡很不錯啦 那這個看起來像國際服喔 嗯...當時日服的話 他光裡包馬 領一領就500抽了 給超多的啊 然後國際服給了很多沒 這個就不知道了 日服可以 第一天超過500抽 國際服應該不會太差吧 現在回歸前 下一個就不要再來 真是一場大勝 還獲得了多少東西 哇 我們又有新夥伴可以招募啦 碎片 合成 英雄 哇塞 我感覺自己更厲害了 進行戰鬥 當時推出的時候對這款遊戲其實挺有好感的 但很可惜 他經營手法比較不行喔 所以好像紅不起來的樣子 因為他人物比例是很正常的 我不太喜歡那種Q版的 二頭身啦三頭身那種的 然後這款的話 比例跟他利惠 就剛好對上啦 這樣子 是比較好一些喔 你不要突然一個很 很棒的利惠 然後結果 入到戰鬥了以後 這是一個Q版的 那個 個人不太習慣 好啦 又多利惠角色了喔 哇 找到出了好東西 剛才 裝備 裝備 完畢 感覺起來 前面的流程好像 是差不多的耶 是差不多的耶 一擊被動 中 爆點血吧 中 下血啦 哎呦 這新手要打多久 欸真的耶 那個版本是沒有變過吧 那大概就改語言而已啊 四位角色出戰 好看 示範技能 相當不錯 現在2023年啦 這樣子看好像也是OK的 這遊戲最早期就是2021年那個時候吧 這邊是爬塔的 這邊的話我們略過吧 呃 看一下福利 萌新必讀 買買買 問新提示 看這些都是廢話啊 我想說他會做什麼角色推薦 現在是懶得著了啦 因為 夫妻紅不起來 好爛喔 這福利 這個日本那邊 如果還可以下載的話 那就玩日服的喔 日服給比較好 啊不對 那個是有兌換碼的 兌換碼現在應該都過期了 還有什麼啊 好啦 基本上經過了一兩年了 也算 快沒救了 福利給好少喔 是準備收割是不是 你是不是準備要割韭菜的啊 好可憐喔 這個應該 是有玩家課嗎 我不太建議玩家課呢 欸 我在我頻道那邊 日服的影片還在 人家 兌換碼領出來 這是500抽的啊 你看你要課多少錢才500抽 卡王 沒什麼東西耶 這洛莎太大了 嗯 太可惜了 輪為一款 很可惜的作品喔 如果 當時 在台服搞個雙平台推出啊 你在一年前那個時候 搞個雙平台推出 第一天全部送個100抽 拜託 你的人氣直接就起來了 你這個角色有香度的耶 而且還可以切換出來 還是有一些香度的啊 太可惜了啦 看起來開發花了不少錢了喔 急於回收成本了 只可靠 一切完成 好 不少 你 龍蝦 恐怖 如果 他不夠二倍速 反而 不被追 無限召喚福利 購買一次終身有效 上次那個是不是送500抽 少賺很多錢 然後把錯都怪在福利身上 其實不是 等一下從最早期先寵物以那個時期開始到現在 我剛剛好都有玩過 發現是你們這個經營手法 你們宣傳模式不行 這跟遊戲福利沒有關係 你就慢慢轉海外服吧 一個時代的眼淚 就此 結束 大家掰掰